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4月14号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下就是数位经济 Digital Economy 台湾在这一次的抗议之中 让我们看到它是遥遥领先于香港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在最初疫情传到台湾或者是香港的时候 那么两地的人民都是非常的焦虑和恐慌 都是在那抢购口罩 但是台湾在很短的时间就发展出口罩的地图 还有一个预购的APP 让台湾的人民虽然不能买得多 但是每个人都能买得到 但是反观香港 即使是民众去排队排通宵 也不一定买得到口罩 所以这种恐惧的情绪就不能够疏解 而且政府似乎也是袖手旁观 而且是束手无策 那么在这方面我们就看到 这个数位经济为疫情控制方面 带来的效益有多大了 那么实际上呢 这个台湾的数据经济 数位经济的发展呢 是由政府推动的 他们的行政院呢 有一个叫做数位国家创新推动小组 他们推动的方案呢 叫做G-BUS方案 这个方案里面包括什么呢 就有这个发展 然后呢 要创新 创新的数位经济 那么他们在小学中学呢 就已经投资在教育里面呢 已经放了一些 放了大量的这个资金进去 然后呢 他也开放一些政府的数据 一些平台 让这个人民呢 去帮助政府来治理 所以呢 他这个DG呢 就是governance 一个有智慧的治理 然后最后呢 是一个inclusion 就是包容的一个公民社会 那么他实际上也 的确是做到了这个 因为什么呢 就是你看这个唐凤 他是一个非常有这个天才的 这么一个IT的大臣 他在这个台湾抗议之中呢 是起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推动的作用的 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呢 另一个例子呢 就是台湾呢 有一个开放的平台呢 就是让这个民众来帮助政府治理 他怎么做的呢 他就是让这个市民可以提一些方案 然后呢 公众是不是支持他们可以联署 最后呢 再交由政府来落实这个政策 那么当中呢 有一个16岁少女提出的呢 就是禁用塑料的银馆 这个这个呢 对于这个台湾一个叫做珍珠奶茶的王国来说呢 他们的这个环保意识提升了 那么如果推动这个政策的话呢 就对于他们这个正面的这个发展呢 是有一个深远影响的 那么这个政策呢 你看他们落实呢 就是由民众来推动的 这方面呢 在香港呢 反而是比较落后的 那么我现在说一说香港 虽然呢 他是让我们比较失望了 他呢 就是香港这方面呢 现在的很多的经济数据 或者是政府里面的数据呢 是没有开放给公众的 那么没有开放给公众的话呢 就是商界呢 他如果要想发展一些的数位经济的话呢 就不可能用到一些 这就是没办法用到这些数据了 而且香港政府开放的一些数据呢 他输入的一些格式呢 也不统一 那么也没办法 就是利用起来的时候呢 并不是那么有方便性 那么我们知道呢 这个数位的经济的发展呢 是需要政府的透明和参与 而且呢 也需要其他社会各界 商界或者是民众来配合 那么技术上面呢 也要提升才能够呢 就是有一个协同的效应 但是香港的这方面呢 发展呢 就落后于台湾 所以呢 这一次呢 台湾呢 是给我们了一个非常大的启示 有一个事情想跟大家说呢 就是我这个频道呢 订阅量是非常少的 为什么呢 看我频道的人呢 有八成呢 是没有订阅的 我希望你们能够支持我 订阅我的频道 让我的节目做得更好 谢谢大家收听 收看我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segundo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